统统讲花言 那么台湾跟香港 我们继续讲八十花言 这个马来西亚跟澳洲 我准备讲四十花言 四十花言非常的精彩 善才同子五十三餐 就在四十花言里面 那么这是目前我们自己 这个讲经教学一个想法 所以这一次我到这边来 看看这边的环境 看看这边的设备 因为四个地方都有摄影棚 都有网络 我们在这个地方录下来之后 送到华藏卫视 从卫星播出 那么都是不间断的 这一生当中没有别的忘年 只是想把这一部经完成 如果再有时间的话 我是非常希望把无量寿经重新再讲一遍 那就可以往生了 那就是很圆满了 人生在世 千万要记住 决定不能给人接运 这个很重要 冤家一接不一接 却不跟人接运 人家给我接运 我不跟他接运 就能够化解 别人毁谤我 无辱我 甚至陷害我 都不要放在心上 都要把他忘得干干净净的 别人对我有好处 哪怕是一天 我受他的照顾 受他的恩惠 永远不忘 《地字规》里面讲 抱怨要短 抱恩时间要长 这才能提升自己的灵性 此地说的 戒分成仇 破家亡神 这是四世的现象 后面这一句 不顾前后 前是前因 后是后果 那你要是知道因果的话 这就可不可怕了 不顾前后 你会在哪里 那边 有什么